到了大家的照顾,做一些对视频的话 今天呢,我跟大家谈一点我的一些想法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 我就从今天造成的早餐开始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参加军事活动的有一个家庭 夫妇两个带了一个可爱的女孩 今天这个可爱的女孩子在餐厅里面 她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吃饭 于是我就把这个可爱的女孩子邀请在我面前 让她跟我一起吃饭 我就看着这个女孩子 心情非常沉重 这是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在我们的中国,我许许多多非常爱的女孩子 未来摆在她们面前的 是一场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 大家想过没 三十年的历史进程 和最近十年 二十年 发展的社会现实 大家想过没有 给我们年轻人 摆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钱 鲁迅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把这个大礼给大家奔一奔 他是这么说吗 他说我们要肩负着殷期的重担 背负着殷期的重担 肩负黑暗的闸门 把他们放到宽广光明的地方去 把谁把害得住 鲁迅 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优秀的代表 他深知自己的存在 应该说 鲁迅用他的雄文 完成了他一生的历史使命 完成了他的人生 而且非常辉煌 那么这个历史呢 又近到今天 在座的各位和我本人 我们这些成年人 我们这些对社会负有责任的人 应该怎样承担起你们的 和我的 咱们的 历史使命呢 是不是应该 背负着殷期的重担 监住黑暗的闸门 放孩子们 到宽广光明的地方去 我们到宽广来 宽广是历史文化名城 最重要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 从失败走向胜利的 一个辉煌的转折点 毛泽东 取得了领袖地位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红军因此得救了 人民的解放事业 因此有了一个光明的前程 历史发展到今天 我们昨天很多朋友说了 我们的党 看来 是出了一些问题 犯选错了 那么今天 我们应该 总结历史经验 拥有党的传统 是要批评自我批评 要发扬成绩 克服缺点 从而 把党的事业 把人民的事业 推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这是我的责任 那么我们呢 今天 就是要把这个责任 历史责任完成好 而且要把我们的声音 建设性的 把它摆到全社会的面前 摆在全党 全体党员的面前 也摆在 中央领导同志的面前 让他们去思考 我们的责任 所思 是对还是不对 让大家去考虑 因为中国今天这个局面 是必须得的错 为了我们的 大家共同的 可爱的孩子们 大家奋斗 这就算我今天的一个开场来了 下面呢 我就按我 事先打的一个辅考 当然我这个人讲话 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一个习惯 不太习惯的讲稿 只是变了一个辅考 一个紧张 来展开我的思路 我下面简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各位老师和朋友们 都熟悉的一些内容 我不过 是按照我的这样一种思考 把它逻辑地联系在一起 从而得出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所处的这个社会 非常非常复杂 简直复杂的 让人目瞪口呆 让人 很难把它比清楚 想明白 特别是些年轻的人 更是云山物照 完全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当我们对复杂的事物 进行浓缩和概括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复杂的东西 实际上它并不复杂 它实际上 是非常简单的东西 摆在哪里 那么是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作为人类 它实际上 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它是在做什么样的事 我想跟大家说 人类 其实就是做两件事 多一件多 处理两个关系 做两件事 一件事 是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人作为一个高级生命 他从自然界 汲取他生活的 这样一些经济 从而存在 作为高级生命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 这就是自然界的关系 但是 如果跟自然界的关系处理不好 竭则耳鱼 对自然界拼命的掠夺的话 就像今天 掠夺性的对待自然 那么这个自然 最后会把人类比相逢一面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这是一个问题 一个关系 还有一个关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相亲相爱的 互助的 这么一种关系 还是尔虞我诈的 剥削压迫的关系 是一部分生活得非常非常好 另一部分人 却成为独立 人类受到杀之 罗绝和压榨 过得非常古代 一部分指高气扬 自以为是社会的固别 一切都想象中最好 却把其他人的利益 完全置之不顾 到底这个人类社会 应该是有什么样子 所以实际上 这个社会中间 就是这两件事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说到底 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生产关系 而生产关系 就是最本质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刚才我谈到的 和自然界的关系 实际上 它的主要内容 是生产力的问题 就是这么一件事 那么我们在回忆 人类历史的时候 大家实际上是非常清楚 人类百万年的历史 很长的一段时间 几十万年的时间 是在原始公事的时期 那时候 人靠鱼猎生活 靠石头 靠木棍 取得鱼猎的这样一些 最基本的生存资料 从而延续下来 随着最开始的技术进步 同的使用 人开始逐渐的进入了独立社会 后来随着铁器的使用 人进入了封建社会 随着机器制造 蒸汽机的使用 人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 在原始公事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互助的平等 共同取得生活资料 共同享有生活资料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一点 基本上 是一个有爱的东西 而不是一个多虚拟 但是当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 以后又到了 封建社会 以后又到了资本底社会 大家知道 这时候 剥削的形式 发生了许许多种变化 这时候的人类社会 事实上 就进入了一个 跟自然界 跟动界 区别不大的 这么一种逝着生存 弱着淘汰 弱肉强食的 这么一种社会 这是一种自然历史的状态 所以我想说 人类社会实际上 在它的 蒙昧时期 我这个蒙昧时期 画的比较长 一直画到资本主义社会 在它的蒙昧时期 它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 和动物世界 没有太多的区别 聪明法则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间 是主要的啥子 主要的规则 但是人类是进步 进步到十八世纪的时候 那么 整个人类的社会科学 对事物的认识 就进了一大波 进了一大波 那么 那个时候 大家知道 各种各样的学术的产生 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它是说明一件什么事呢 实际上它才告诉人们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这个人类社会 太不像一样子 人应该有人的活法 就是这个社会 人的社会 不能再是弱肉强食 人啊 高级生命 人类社会应该有一个高级生活方式 马克思实际上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当然 生活方式 包含生产方式 和社会关系这些因素在于 就是 要科学的 组织人类社会的生活 同时 科学组织 人类的社会生产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实际上是回答了这样一样的问题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他从商品这个最简单的元素 开始 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过去的秘密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大家最基本的理论评论 大家都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朴素的真理 开天匹地 从这里面 他又找到了 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成为最深刻的社会 作学的根源 因此 在他的理论体积中间 针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第一个提出来的对立的概念 就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有制 后来 这个理论呢 他只要开始提出 他一定想往下画的方向画的 那么 随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必然带来的暗资分配 这是贫富分化 两级分化的社会的真正根源 那么马克思提出来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就是暗资分配 当然这是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的时候 是用这样的分配方式 当社会主义到了初级形态 到了共产主义之后 那是暗资分配 这是马克思告诉我们 只有暗资分配了 这个社会才会公立 才不会有弱肉强食 才不会有贫富贤淑 与此半身的 一切资分主义的 形形色彻的 这样一些丑恶的东西 都将继续存在 这是马克思找到的 解决这些问题方法 那么这个社会生产 应该怎么组织呢 马克思告诉我们 必须用计划的方法 来组织社会成长 我们每个人都是 家庭的 每个人都有你们的收入 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在支配你们的收入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没有计划 非常随意 我相信绝大多数非常正常的家族和个人 在处理他生活问题的时候 他都是非常进化 但是 我们在组织社会生产的时候 却迷信那只看出欠的手 用所谓市场手段 解决人们的社会生产问题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因为马克思 他闹死我们的 是要用科学的组织社会生产 科学的组织社会生活 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所谓计划经济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 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 它在根本点上 每一条都是跟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 资本主义说 生产之调私有制天经地义 私有制天经地义 社会主义说 不 消灭私有制 公有制天经地义 喜欢剥削压迫 喜欢做人上人的 喜欢无偿的战友 别人劳动的这些私产者们说 暗私分配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说 马克思说 暗私分配是不合理的 暗劳分配是合理的 未来的暗需分配 就更为合理的 当然那个暗需分配 是非常引致的私自的暗需分配 这个社会生活 这个社会生活只能按市场的原则来运行 它只服从一个原则 就是利润原则 计划经济是错的 那么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说 不对 市场经济将把人类引向灾难 将最终毁灭人类 而只有计划经济 才能够解决 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间 遇到的大量问题 所以 这是完全对立的两次问题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说 因为今天我想跟大家做的这个演讲的提论 是原来我想说 就很可塑的一个话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那么说的比较文雅一点 那就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既然共产党人是马斯主义的信徒 是把马斯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那么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就是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呢 共产党 是靠解决生产关系问题 调整生产关系问题 就是消灭和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 从而使得这个社会公平了 然后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共产党 所以共产党 它首先的第一位的历史使命 是把生产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 调整到最合理的状态 然后再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不是不要生产关系的调整 只谈生产力 在人类的历史上 在任何的国家 大家都非常清楚 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 不解决生产问题 因为不解决生产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群人都没法移国下去 不生产你怎么活呢 这是人类的共同任何 但是共产党人 它的主要任主要是解决生产关系 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 从而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才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历史史 我相信我的这个说法 一定会得到在座的朋友们的在座 这三大危机问题 这三大危机问题 危及到我们党的深层 事关重大 所以我就要非常坦率地谈出我的良力的见解 当然这个题目呢 我不是在今天这个场合来厂出我的温度 我在其他的一些场合 也说过我的这样一些问题 而且这样一些观点呢 也被制成的视频 在网上呢 也有上万或者数万的点击率了 但是后来呢 大概是有关公门呢 觉得是不是还尖锐一点 我们就不让它全国 但是 既然我谈得非常尖锐 但是我是谈在一些根上的问题 所以在我非常尖锐地谈出这一切之后 没有任何人 任何机关 我今天 为了我的这些尖锐的谈法 来找我这个苏先生 是不是也说得有点不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们谈的是道理 而这些道理 我认为 它站得住 所以今天呢 我想把我这些思考 来奉献给他做 我想共产党呢 在今天呢 遇到了三大严重危机 第一大危机呢 就是所谓道义危机 大家知道 我们的共产党曾经非常地规范 我们都太熟悉历史了 三岸红军开尊一会议 到了陕北中原红军这一支 只剩下了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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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3536年到49年多短的时间 多过十几年历史翻天覆地 历史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为什么选择共产党选择毛泽东 为什么选择共产党选择毛泽东 因为共产党毛泽东有道义高度 这个道义高度是什么呢 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不追求一党私利 是官兵一致上下一致 在这个队伍中间 它是平等的关系 是亲密战友的关系 没有一个等级压迫的关系 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关系 是真正的与世的关系 我曾经在理工大学跟大学们说 我就举了例子 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我通过学习的到的 我说当时在长征的时候 有四个红军女战士 他们没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床被子而已 晚上的时候在老乡家里借宿 这个老乡家非常穷 一贫如洗 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走的时候 那四个红军女战士 于是就把他们唯一的这条年辈 留给了最佳老乡 后来我就说了这么一个结论 我说什么是真正乃男人 什么是红军男人 就是在只有一条辈子的时候 和人民一起干 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 真正能够得到群众拥抱和支持的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的这个道理高度 如果没有这个道理高度 人民群众会在十几年的时间 把一个几乎快灭绝的红军 拖着捧着支持着 十万百万的发展起来 最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所以共产党的政权是由于共产党有道理高度 因此人民群众应不才取得全国政权 这个政权是人民给的 是这么一个关系 而这种道理高度 是和他的一系列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思路 密切相关 消灭剥削压迫 建立公平合理社会 是他奉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政治和上和经济上的人人平等的 这里更便宜